来到我们最后一节的有问必答环节 家庭观众把握机会 有事想问郭sir可以在我们早上最后一节打电话来问他们 电话是204-6566 又或者是传电邮给我们 郭sir,不如跟你谈谈商品市场金价方面 其实见到现在全球多国都推出不同的政策量化宽松的政策 受到这种环境之下相关的资金一定会流入很多不同的商品之中 当然黄金自然都是首选的 问你意见,金价方面你又怎样看呢? 仍然还是看升,甚至会突破早前的高位 甚至会进一步上破2000元 为什么会看得这么进取呢? 大家看看两个核心的问题 金价上升是基于两个因素 第一是货币供应过多,引发的通胀 第二是市场投机的情绪是越来越高涨 第一个因素,刚才也提到 美国和英国很多国家都采取量化宽松货币的政策 这会暂时舒缓市场资金紧绝的情况之外 仍然可以将疲弱的经济进一步提振的 但是有一个后遗症 货币供应过多是会令到一些商品 会成为市场或者投资者 甚至投机者炒作的对象 你试想一下,息口低,货币供应多 你拿着一大块钱,放在银行完全没有利息 面对一些食物也好,医药也好,住的也好 什么都好,搭车也好,做什么都好 都是越来越贵 你甘不甘心把钱放在银行给通胀侵蚀呢 如果你不是给通胀侵蚀,买债券 起码好过摆银行模式,但债券的回报是几厘 相对商品的上升即是引发的通胀 其实来说你永远追不到 所以最终钱是会直接去商品的 加上一些基金的炒作 会令到金、银和铁石,什么都好 价格都会飞天的 当然股票也是其中一个受追捧的板块 看到现在这一分钟 你只是看美股已经升破去年5月2日的12876点 还有港股一步一步向上下 甚至乎欧债危机仍然未完全解决 欧洲国家等地的股市都逐步向上升 这个已经是趋势,已经见到两件事 第一,市场的极度悲观情绪已经慢慢逐步改善 由于资金供应过剩 引发的通胀上升 最终会刺激商品上升 这个反应已经在股市上率先见到 所以远景一点,金价股市仍然要升 好,简单都提一提 上一个交易日的金价表现 纽约4月的期间 收市是报美安市1728.4美元 先升了30美元 谢谢郭尚在金价方面的分析 听听范小姐的电话 喂,范小姐 早安 早安 你好,是文典姐今天 我先问一下华晨114 是不是跌了日,今天又跌了 所以是哪一样 好不好去进去 你什么价位好去进去 好,打算是短线的,没有货 好,那看看股价先 跌超过2% 去到9.25元 那怎么部署好呢 暂时来说都是上落代变 不过形态 我用肉眼看 好像有少少 呈现一个W的趋势 一日股价仍然在10天线上走 问题不是那么大的 不过任何短炒 我记住8.79元 这是一个星期来的低位 亦是技术上的止蚀位 即是跌穿8.79元 就亮了警号 你要小心点 早前来说 一直在9.5元受制 一个顶 其实这里一个顶 两个顶 三个顶 四个顶 一直是压着股价 一直以来都是7.5元 9.5元之间这两元是走上走下 直到近日才开始轻轻向上突破 但是这个突破 暂时来说 亦都好像有少少无功而回 不过不要紧 大跌的机会也不是那么高 最重要就是看基本因素 宝马系列的汽车 在内地的销程是相当理想的 始终来说高端的汽车 市场的需求会比较大 以8.79元 暂时来说做个技术上的止蚀位 你可以拿10天线 但10天线距离现价是很近的 参考价值是有的 但实际做起来 应用的时间很不方便 只要不跌穿8.79元 暂时来说仍然可以进步向上望 初步的目标就是近日的高位 亦都是9.89元 至于高台 早前来说去年8月份 结果11元或者10个零多 就要看 一定要突破了这个技术上的9.89元 和成交金額要配合 才能够进一步向上推 严守你的止蚀位 1个星期的低位 8.79元是你的止蚀位 如果短炒的话 范小姐 可以吗? 我问一下财险可以吗? 我没有过的 OK 如果你买基本因素 可以买的 财险可以买的 但内地有些政策改动了 包括汽车第三部 可能开放的市场 这会令市场有点忧虑 不过财险累积的升幅 其实不是很明显的 尤其是这个月 以来都是高台上整固的 简单来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线 如果中线的 分阶段慢慢买 总好过高追的 如果纯粹是短炒 这一分钟 暂时的目标 先看回11.5元 这个也是近期的高位 技术上 放止蚀位 短炒 10.74元 那就是有3毫子 给你捱 捱不过3毫子 就没办法 那就是止蚀算数 短炒和中线投资不同 如果纯粹中线的话 我觉得暂时等等一点 亦都无妨 因为估计这一两天 在10天线阻击 有点反复 万一跌穿10.74元 可能会进一步 下市10.02 阻击的水平 在那一分钟 才开始慢慢 作分住部署 就会比较好一点 但短炒 就严守10.74元的指示位 好 谢谢 多谢你 范小姐你的电话 刚刚和郭sir 讲开今价的表演 都和你谈谈一只 和金价相关的股份 一把八招金矿业 先研究一下这只股份 它有八成的收入 都是来自一些黄金的销售 加上近日看数据 就是国内对黄金的需求 亦都不断上升 这只股份 郭sir你怎样看 你只是看市场 现在比较32倍市盈率的往迹 已经知道大家对它的看法 比较正面 相反来说 大家都做金矿 紫金现在市场比较14倍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期的生产当中 紫金在环保里面做得很差 有些违规 甚至乎有些污染的事件发生了 相反来说 招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市场的股值也较为拉高了一点 以往迹来说 32倍的市盈率 在现在这分钟 都好像高了一点 但不要忘记 金价持续上升 内地的同胞 他们的购买力是越来越强的 有不少人士 看到肉又贵 菜又贵 什么都贵 屋又贵 钱摆银行收了少少利息 根本追不上通胀 买些黄金 而且老实说 十几亿人口 过去购买的能力比较弱 所以始终在这方面的需求 就不是那么大 但在现在这个经济的条件 其实内地的消费者 购买力是很强的 我觉得每人买少少 那个需求已经是天文数字 况且不要包括一些 价取所需求的 首饰那些 金价持续都上升 除了市场的需求之外 还有包含了一些 对冲通胀的投资的价值 就算是国家 或者是一些基金 都会作一个中线的投资 金价的上升 始终来说暂时的势头 仍然是不会改变的 至于招金 初步来说15.88 和15.92 是有少少阻力的 不过技术上 现在处于一个高台的整固之中 我总是觉得 只要不跌穿14.92 近期的低位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大家看图就知道了 急升国河 现在高台上正在整固 很可能暂时在消化 看金价的表现而定 但一旦成功突破了 接近16元的阻力位 技术上来说 他真的有条件 最多步尝试早前的高位 即是接近18元左右 好 再报一报价 招金抗业去到15.26元 而相关那只 紫金299元 就去到3.58元 升接近2% 好 这一节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 先问卢sir 刚刚提及的高分有没有持有 没有 谢谢卢sir 稍后就会有半日总结的环节 会有第二位分析员和大家聊天 家庭观众可以密切留意着我们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聊